百岁老人能做农活 究竟有何养生秘诀 一天吃两天 食令野菜吃出健康 珍贵食材从何而来 是长出来的 严重重不了的 原始森林偶遇仙草 村民为何只看不彩 还是留给子森吧 容山容水增福寿 《作遍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作遍中国》 这是一位记者的采访笔记 17年前他曾经采写了 100未百岁老人的故事 这些报纸就是当时的连载 走访100未百岁老人 在记者这个行业 这样的经历是非常少见的 更为难得的是 这些老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 广西玉林市 如今玉林市的百岁老人 从当时的204人 增加到了568人 这就是这568位 百岁老人的分布图 从这张图上 我们发现了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些百岁老人 大都是集中在 大荣山附近的区域 那么老人们的长寿 和大荣山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大山周围的人们 又有哪些独特的养生方法呢 当我们来到荣县温泉村的百岁老人 穆佐芳的家中时 她82岁的大女儿告诉我们 老人正在屋后除草 来 看不看啊 哈喽 阿婆 中央年月代的天光 你好 享受 专门来学她一年 嗯 两一路就这么有意义 你们游鲜来看看 好 安心 奶奶已经今年高瘦了 你今年多少岁了 高瘦多少岁了 多少岁了 不止九十岁了 不止九十岁 哎呀 肚子肚子肚子 Rico 在老人看来 手头的火才是最当紧的事 直到把边边角角的杂草 都清除干净 再力错地清洗一番 老人才与我们闹起了家常 奶奶 你告诉我 这是谁呀 这就是您好 好 我们看一下 奶奶的出生日期是1915年2月14日 我们从老人的状态很难看出 这是一位百岁老人 聊天中我们得知 这里的老人只要到了100岁 并不愿再说自己的确切年龄 因为按照旧式的说法 百岁或者百年 就是指活到了头的意思 出于避讳 当地的百岁老人只说自己不止90岁 其实啊 你还能做点什么活吗 做什么都做 现在年龄大了 就是扫地 看着上去 那个小孩 扫地看小孩 就您的 现在应该是第四大 您的中孙啊 最大的多大了 最大的18岁的 当孙 莫佐方老人一共有八个子女 最小的儿子也已经69岁了 虽然儿女们都住得很近 习惯了劳动的莫佐方 仍然坚持自己动手做饭 您平常喜欢吃什么的 北北啊 青菜 西瓜 鸡花 鸡花 中花 荣县老林委办公室副主任梁上红介绍说 荣县有96位百岁老人 像莫佐方这样 耳不聋 眼不花 而且能做家务的有十多位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 闲不住 奶奶 你的房间在哪 你带我们去看一下 在这上面啊 楼梯这么抖 你每天晚上都在上面去住啊 在叫他在上面住 他不行 在上面就在上面住 又窄又抖的楼梯 老人上起来却一点都不费力 你每天早晨几点起床啊 我都想过 我跟着过来聊一天 以前我就起很早的 现在呢 那个小孩有人大了 我就睡到迟一点 除了爱劳动 莫佐方在饮食和作息方面 并不解救 那么老人的长寿 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呢 面对我们的好奇 莫佐方的小儿子 他能展示 母亲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就是每天用温泉水擦洗身子 于是我们跟随檀门站 来到了他每天取水的地方 在村口的一处温泉井边 长长地摆放着几十只水桶 据当地村民讲 来这里取水的不只是本村的人 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 也时常会骑着摩托车来驼水 我们家里水管很高的 八十一种用 疲惫的时候洗个就可以 好好的 你把水都回去做什么呢 洗脚啊 喜欢走 好处一点啊 在温泉村 口口相传着许多 有个温泉水治病养生的故事 村民对此也都深信不疑 盘门站告诉我们 以前母亲每天都要去泡温泉 连感冒都很少得 现在年纪大了 她担心母亲摔倒 就接水回去 让老人在家里洗 这里的温泉 真有那么神奇的功效 下午四点钟 是村上温泉的开放时间 此时村里的老人 像是事先约好的一样 三五成群的走向村口的温泉浴池 温泉村得天独厚的资源 就是温泉 泉区面积105亩 共有七眼泉 不同泉眼流出的泉水温度各异 地门温泉可供人们墨浴 有这个虫王子啊 有一个这么大呢 他来这里真正就消息了 没有了 那个感冒啊 来这里真正大汗出来了 就好啊 这么就好了 这么好一点了 我看你们就在这儿泡温泉 可以温泉火落 畅通气血 消除疲劳 缓解痙磷和疼痛 泡温泉 在热气通通的温泉边拉家长 已经成为温泉村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据荣县老龄办的资料统计 自1998年 有百岁老人登记以来 温泉村年年都有百岁老人 最独立一年有七位 如今温泉村的温泉 已经成为游客 脾胃养生文化的一个热门项目 看着老人们一边泡温泉 一边烙家长 还真的是一种享受 说到这个温泉养生呢 让我想到了被称为温泉岛国的冰岛 作为世界人口最长寿的地区之一 冰岛呢 拥有天然温泉八百多处 当地人最大的爱好呀 就是在露天的温泉里游泳 中国的长寿之乡 还有海南的万宁市 山东的文灯市 贵州的石千县等等 也都有很丰富的温泉资源 由此可见呢 有温泉的地方人长寿 的确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同样呢 也是中国长寿之乡的广西溶县 除了温泉养生之外 当地人在饮食方面 又有哪些特别的讲究呢 我们见到八十九岁的 黄振岩老人的时候 他正和儿子一起吃午饭 餐桌上 老人吃的很香的一道菜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道外形酷似丸子的菜药 是用什么食材做成的呢 老人的儿子黄佩昌告诉我们 这是当地老人 经常食用的养生菜 所用的原料 漫山遍野 随处可见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黄佩昌所说的野菜 竟然是鲜嫩爽口的春笋 像这样的是 大概长了多长时间 能长这么大 一般的是三五天 现在要下雨的话 就快一点 要是不下雨就慢一点 长了多长时间 就老了 不能吃了 一般的要十天八天 就老了 就吃不了了 有这么高也吃不了了 这个还可以 现在是正好吃的时候 这个要尝一点 要是这么尝一点最好的 如果到这儿是最好 最脆应该最嫩的吧 对对对 就这样直接这样就可以卡了 一般就断了 对对对 就这样啊 确实是的 比较新鲜的就是 我看我的手 怎么扎了那么多刀啊 这会儿又痒又疼呢 这里边你看 这里边就很多的磨的 一般拔了 就扎到上面 上面就没有了 你们拔的时候 就握得就这样 对 扎到上面 一拔就断了 刚才我就着急了 就没做 着急了 弄了点 要是等一下回去剥的时候 要注意 翠生生的春笋 如何做成丸子呢 原来 在当地有做酿菜的传统 就是把调制好的肉馅 填入不同蔬菜 或者壳类做成的酿皮中 或蒸或闷 做成荤素搭配 油而不腻的酿菜 用竹笋做酿皮的 就叫竹笋样 做酿皮的竹笋 一定要新鲜脆嫩 这个地方啊 用手指甲 就是掐一下 如果要是能掐进去 说明就会非常嫩 这个特别的 一掐就冒出了水了 老爷子特别喜欢吃这个 对 一般的农村的都是 其实这玩意都能接地 吃很多样的吃 在竹林丛生的 荣县浪水镇 春笋是当地人 最喜欢吃的石令菜 竹笋酿 也就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美食 做竹笋酿 最关键的步骤 就是把新鲜的竹笋 加工成酿皮 首先 把竹笋洗净后 抄一下 待竹笋变软后 再放在凉水中浸泡几分钟 接下来 就是考验烹饪者 手上功夫的时候了 随着牙签的上下挥动 鲜嫩的竹笋 被均匀地划成笋丝 把加工好的竹笋 在砧板上摊开 放上提前调好的 韭菜肉馅 层层包裹盐 就可以上锅了 烹制竹笋酿的火候也很有讲究 先用纹火慢慢煎 该竹笋酿的两面呈金黄色时 加水和盐焖煮 春笋虽然营养丰富 且味道鲜美 但其性味干寒 因此当地人在烹调过程中 都要放入胡椒等 有温味散寒作用的作料 在黄沛昌来 年近九旬的老父亲 身子骨这么硬朗 庄家伙样样能行 与他常年吃山上的十令野菜 是分不开的 位于荣县东北部的浪水镇 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天原小镇 十一万亩郁郁葱葱的山林 成了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 靠山吃山的村民们发现 不同的季节 总能在山上找到不同的野生食材 每年的端午节前后 至中秋时分 在浪水镇的天然锥树林中 就可以生产一种珍贵的食材 红菇 红菇对生长条件非常挑剔 只有在气温高 雨水多的季节 在原始阔叶林的地面上 才有可能见到它的身影 由于红菇的生长期不到一个月 而且每年最多只能生长三匹 所以产量很低 加上至今无法进行人工种植 更显珍贵 这个山有 这个没有 要是你把这泥挖去 也是不能 也长不出来 它对老人的身体 有什么好处呢 就吃这个 主要是不学 不吃不学的 那么咱怎么做呢 等一下我弄熬了 弄熬了 就放到下面洗 要洗块 随便洗块的 用凉水洗 不能用液水洗 更不能泡 泡水长了以后 这菇的 这红的 在水下面 也要吃 在汤里边的味道 就不好了 没那么好了 如今市场上的 野生红菇干品 每公斤900元左右 高的可达1000多元 对于每年都能采摘到 红菇的浪水镇村民来说 用红菇煲汤 是一种最普遍的 食疗养生方法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一年四季 享用着不同的 原生态食材的当地人 既吃出了美味 也吃出了健康和长寿 除了喜欢吃大山里 土生土长的食材之外 玉林人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就是对中草药情有独钟 原因呢 也跟他们的养生习惯有关 比如当地人喜欢用 中草药洗玉 强身健体 或者熬制各种凉茶 有去寒的 去火的等等 我们来看这些图片哈 这是玉林市的一位中草药爱好者拍摄的 几十年间 他用镜头记录下的中草药呢 达到了近千种 拍摄的地点呢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有着天然药谷之称的大荣山 我们的记者专门找到了这位中草药爱好者 让他带领我们一起去大荣山的原始森林里去看一看 汽车在路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 天气由晴朗变得阴暗 能见度也越来越逼 考虑到安全 向导决定就此下车 徒步紧筛 他叫陈佣军 是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 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工作之余 陈佣军常常带上自己的相机进入大荣山 在当地人眼中 这位城里来的陈医生 就是大荣山的活地图 几天前 有村民在大荣山 发现野生石壶的消息 让陈佣军兴奋不已 在他拍摄大荣山珍惜草本植物的十多年里 还从未拍摄到野生的石壶 于是周末这天 陈佣军与圈内的几位好友相约 决定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 去寻找搜寻已久的野生石壶 在浓重的雾气中 设置组一行跟随陈佣军一起 走进原始森林 海拔1275米的大荣山 是广西东南地区最高的山峰 因山体雄伟 博大 无所不包 无所不容而得名 大荣山里有四大仙草 石壶 叶灵芝 千层塔和树花蛇菇 这四大仙草中最神奇的 要数有雌雄之分的树花蛇菇 不仅能治病 而且传说泡酒喝能让相爱的恋人一辈子不变心 队伍刚进入森林不久 陈佣军就有了一个令我们感到十分新奇的发现 哦 这是什么东西啊 蛇菇 蛇菇 真漂亮 我拍一张天 它学名叫蛇菇 但是当地这里人们把它叫钻羊草 它有剩的作用 它是一种寄生植物 寄生在这些树根里上的 对 我们如果采的话就直接从这儿把它给 不 采用它连根一起啊 连根一起啊 为什么呢 药用部分也在那根里 就在我们拍照时 随行的另一位队员在附近也有了新发现 对 这种草药 叫石围 拿来力量啊 打结石啊 它这很多包子 这包子是它种子 哦 这算是种子 它的种子是在它的叶子的背面 在背面啊 它那个包子一成熟 又一闪开 风一吹就飘到这种色 保存完好的原生植被 为各种种草药的生长 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据随行的老乡介绍 常年生活在大荣山周围的村民 对森林中各种草药的习性 了如指掌 谁有个头疼脑热 肠胃不适的小毛病 不出大山就能自己调理 已经在原始森林里 走了近四个小时 大雾始终没有消退 这让熟悉道路的陈庸军 也难以辨别方向 在原始森林里 迷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此时 陈庸军见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 就自告奋勇 先去探路了 在原始森林湿冷的气息中 队员们开始感到机场落落 此时随同陈庸军一同探路的老乡传回消息 说他们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这里发现一个野蜂巢 好多蜜蜂啊 野生蜂巢是一种难得的中药材 对治疗肝炎 皮炎和风湿性关节炎等 有很好的疗效 这一发现 无意令队员们精神振奋 但是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要想许下风潮 是相当危险的 熟悉山里情况的陈庸军甚至 如果激怒了野蜜蜂 他们就会进行群体攻击 只要被遮上十几针 就可能危及生命 陈庸军决定徒手去蜂巢的举动 令在场的人都捏了一把汗 蜜蜂在生物中十分准时 每天下午五点钟 就会返回蜂巢 此时已是下午四点三十分 陈庸军必须赶在蜜蜂回来之前 去下风潮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哎呀 打雷快出来 好多蜜 哎呦 好多蜜蜂 我来看一下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怎么看见上面沾满了蜂蜂 对 我刚才看蜜蜂都在你脸上飞 我都不敢靠近 他们怎么不遮你呢 哎呦我是洗干净了没有特殊的气味 它就没事了 而且满满的动物它就不会 如果你是速度很运动很快的话 刺激到蜜蜂它以为你是有新耐性的 它就会吃了你 尝一尝 花粉不要吃 花粉 有些花粉就满 这里边把它黄黄 这个就是花粉 特别甜 有朋友没有吃过这么香甜的蜂蜜 原始森林里的光线 逐渐变得暗淡下来 大家商议后决定先原路返回 正当我们带着极许遗憾赶路时 一个队友突然发现 在前面开路的陈佣军 用来捆扎裤脚的绳子 不知什么时候掉落了 他赶紧坐起来 检查腿上有没有山马黄 这样的小插曲 对于经常出入深山老林的陈佣军来说 自然是处置太染 这的时候看起来挺老的 这就是蜂蜜啊 这样可以这蜂蜜片叠一下 这蜂蜜会不太熟悉 反正应该是一棵比较老的蜂蜜 长晚了 那种应该是很老的 这里有一棵蜂蜂 真的是啊 蜂蜂还长得很长的 蜂蜂多数是长在悬崖上的 所以大家都叫蜂蜂了 但是它也可以长在木头上 长在木头上的就把它叫木虎 木虎 那个蜂蜂是一个品种 是 同一个品种 营养价值也是相同的 都一样 我听说野生的已经很早见了 对 都很早见了 现在都是用人工培植了 那我们今天可算是收获比较大了 似乎它是南科植物 是属于国家 二类保护植物 所以我们在山上见到 也不能采了 这么贵重的植物 附近的村民会采吗 一般他们都有一点 有点意识 自己把这里当着自己的家 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宝贝啊 有一种还是留给子生吧 当看到陈庸君用相机 拍下野生石壶的照片时 我的心里突然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我还记得他接受采访时 说的那句话 大山里珍稀的宝贝 还是把它留给子孙后代 说得多好呀 其实无论是天然温泉 特有的物产 还是致病强生的野生中草药 都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 丰厚的亏赠 我们在享受这些资源的同时 回馈给大自然 一份应有的关爱和保护 这不仅仅是为了留住那些珍稀的宝贝 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长寿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